有些太太、先生都會做輔導 我老公、男女平等 共患難是可以,共富貴是不可以的 有時反過來,共富貴是不能患難的 當大家一起捱世界時是沒有問題的 但當有一方做一做一做一做,賺到錢 嫌棄另一方,或是有些新相識 就要罵離婚 在這種情況下,那些資產是否只是獨立 那些房子都是我老公買的 那時候都是我老公,我不要緊 都是他的名字 那是否男女雙方獨立開的資產 不是,離婚法系 其實會考慮一件事 叫做婚姻資產,或是家庭資產 其實如果婚姻比較久 因為法律是不同數學 就不會說定多少年叫做久 多少年不久 不過很明顯結婚幾個月 就一定是不久 結婚20年就肯定久 其實也會看看 條例說明 根據對家庭的付出有多少 如果是一些比較長遠 即是長遠的婚姻 尤其是有小朋友 可能結婚20年 有兩個小朋友 都十幾歲了 現在的做法 就是會將家庭資產 換句話說 無論資產是聯邁也好 只是男方名下也好 或者只是女方名下也好 就會放在一起來計算 就用我們稱為平等的 equality 即是一人一半來撥 這個就是我們稱為starting point 即是一開始考慮 到時就會再調節 如果結婚時間很短 當然就會偏離於一半 第二個問題就是 究竟這些是否叫做家庭資產 因為如果結婚時間極短 可能資產根本本不是結婚之後 才慢慢衍生 現在開始在這裏 可能在這裏計算的時候 我會來也都沒看過